我来看到这些蝙蝠真的很可怜 这是东亚最大的折翅虎 那么它所生长的漆地是在瑞芳的蝙蝠洞 因为滨海公路的车辆开得很快 即使而过的时候就掀起一个强大的气旋 那么傍晚的时候跟着妈妈飞出了洞穴 来学飞的这个折翅蝙蝠宝宝 大量遭到了气旋的打落 结果惨死轮下 再加上民众搭设了刮棚 阻碍了飞行的路线 结果三年之内 这个折翅虎它的数量有原本的70万只 骤降为30万只 此伤数量真的超了一半 那么保育人士就很担心呢 如果说不再抢救的话 那么蝙蝠满天飞的奇景以后恐怕是看不到了